天气焖热,孩子们早上都没有胃口 今天我做了饭团,孩子一口气吃了四个 剩米饭里加点黄瓜丁,再加上两包拌饭海苔碎 简单抓匀后在手里压成一个饼 里面再包上一颗虾仁 这样做的饭团营养就更全面了 平底锅里面稍微喷点油 把饭团放进来煎一下 再打上两颗鸡蛋,倒进平底锅里面给它铺匀 盖上盖子焖上两分钟 等蛋液凝固了,淋上一点清水 再焖一会儿就熟了 热一点牛奶,温热了就行 泡点麦片,孩子很爱吃 海苔饭团也已经熟了 出锅后再挤上点番茄沙丝 孩子两口就能吃上一个 营养均衡,口感和味道都很适合小朋友 再来一杯牛奶麦片 15分钟这个早餐就搞定了 还可以做成卡通饭团 小朋友就更喜欢了,你也试试吧